作者 暗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758集 魔朗 你没事吧 方木陵啊 瞬间来到了荡摩神尊的面前 关心地问道 荡摩神尊呢 心中一阵地感动 小姐 我没事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还有 他们是谁啊 说到了这里 荡摩神尊神色警惕地看向了秦晨 一股强横的气势从他的身上涌动了出来 一瞬间遮蔽了天地 他们是不是远到神尊的人 想让你威胁老奴 小姐 你小心 拖把世家没一个好东西 方木陵啊 健壮摇头道 魔朗 你误会了 秦晨和玲珑神女不是远到神尊的人 之前就是秦晨从天罡魔王手中救了我一命 如果不是秦晨 我现在已经被远到神尊的人给抓起来了 他就是秦晨 当魔神尊一阵 之前方木陵曾经带着他前往过空间峡谷 说是呢 要救一个自己在这龟须秘境中找到的跟班 名字就叫秦晨 而且呢 因为这秦晨 他们还和黑暗一族的超脱队上 导致呢 远到神尊和黑暗超脱联手 让他才如此狼狼 就是眼前这家伙吗 当魔神尊看着秦晨的双眼微微眯了起来 虽然他能感觉到秦晨的修为似乎还不达超脱 但是呢 从秦晨的身上 但是却能感觉出来一丝隐隐约约的危险气息 而且 这秦晨之前不是进入到空间峡谷中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 要知道 那空间峡谷中所蕴含极其恐怖的空间之力 即便是他都未必能在那空间峡谷之中生存下去 眼前这小子连超脱都不是 又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想到了这里 当魔神尊心中顿时一礼 趁声道 小姐 你不是说此人进入空间峡谷了吗 那空间峡谷这种危险重重 寻常人进入必死无疑 此子是怎么活下来的 还有 你们又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呢 方木龄解释道 秦晨他的确进入了空间峡谷 不过实力超乏 我累下来 后来我被天网王追杀 也是秦晨救的我 休下了我 至于来到这儿 还是秦晨寻着你的空间痕迹一路而来 一个半步超脱 却能在空间峡谷之中存活下来 还恰好救下了小姐 甚至还能看穿老夫的空间痕迹 难道此子在追踪方面 比远道深尊和那黑暗超脱都要强吗 小姐 这世上人心无比险恶 你可千万别被人骗了呀 当魔神尊从方木龄的话语中 他不相信一个半步超脱会有这么厉害 不但能从空间峡谷之中活着出来 还能在这混沌之地找到自己 魔狼 方木龄都无语了 他知道魔狼还是不相信秦晨 当魔神尊前辈是吧 秦晨轻轻地一笑 淡淡道 如果我是你 就不会这么鲁莽 我会先将自己的气息收敛起来 这里是混沌之地 你闹出这么大动静 要不了多久 就会惊动这里的神骁了 到时候不但会让自己陷入危机 还会连累木龄 并且远到神尊他们赶来的时候 怕是会更加迅速 木龄 当魔神尊眉头一皱 小姐的名回也是你直呼的 他眼中暴射出了灵里的光芒 清晨无语 这当魔神尊的脑子 是不是不大好事啊 方木龄 也是气得知多小 魔狼 赶紧说脸气息 你是要气死我吗 我说了秦晨不是坏人 难道你连我也不信 你可知道 刚才你竟暴露了 远到神尊麾下 已经发现了你 若非秦晨接杀的两人 咱们现在就会更加危险 当魔神尊眉头一皱 若有所思 你是说 刚才的波动是小姐你们搞出来的 不然你以为呢 方木龄无语道 当魔神尊犹豫了一下 看了一眼秦晨 目光闪烁了一下 终究还是收敛了气息 四周的虚空一下子平静了下来 不过他看着秦晨的目光 显然是有些怀疑的 秦晨也不废话 淡淡道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不过看到这个 你应该就能信了吧 话落 秦晨突然抬手 一道空间神痕打了出去 无理事 这道空间神痕打出去 并非如何的炫烂 仅仅只是一道微弱的神通光芒 可是在飞略的过程中啊 四周无数的空间之力 迅速地被汇聚了过来 众目睽睽之下 这一道空间神痕 就好像是在迅速地生长一般 等到了当魔神尊的面前的时候 这一道空间神痕 已经是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了 瞬间笼罩住了 当魔神尊四周所有的虚空 在这一道空间波动之下 当魔神尊心中啊 陡然涌现出来了一股 强烈的危机之感 还有一种感觉 任由这道空间道则 落在自己的身上 他极有可能是会受伤的 这怎么可能呢 眼前这小子明明只是一名半步超脱 就算是他的资质再强 天赋再惊人 也不可能抬手一道神通 就能伤到自己啊 震惊之中 当魔神尊连忙一掌拍出 轰隆的一声 他的大手化作了一道巨大的山峰 一瞬间抓向了那足以给他带来危机的空间道痕 砰的一声 当他的手掌轰上了那一道空间道则的时候 那一道巨大的空间道则并未爆炸开来 反而是在一瞬之间就破灭开来 消散无踪 呼的一声 无数的空间之力从当魔神尊的身上掠过 宛若是清风吹拂 云烟鸟鸟鸟 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 好强大的空间掌控之力 当魔神尊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看得很清楚 之前拿到空间神痕之所以会消散 并非是被他给轰爆的 而是当着空间神通触碰到他攻击之时 其中的结构主动的溃散开来 就如同是一个肥皂炮 在外力的攻击之下迅速的灭灭 这样的手段 简直是神乎奇迹 必须是对空间盗则的掌控 达到了一个炉火春青的地步 这等掌控之力 就算是当魔神尊这样的高手 也几乎是从未见过 此空间盗则 便是我在空间峡谷中感悟所得 现在当魔神尊前辈 应该相信我能从空间峡谷中 活着出来了吧 秦晨双手背在了身后 淡淡说道 当魔神尊深邪了一口气 对着秦晨拱说道 小友 先前是老夫鲁莽了 多谢小友对小姐的救命之恩 我当魔神尊代表暗幽府 感激不济 他看着秦晨的眼神彻底的变了 看到秦晨这一手之后 他是彻底的相信秦晨所说的话的 如此年轻 如此修为 能掌控如此惊人的空间盗则 这样的天资 就算是在南十三星域 都堪称是变态 宛若星辰一样的璀璨 拓跋世家呀 就算是要针对自己 也绝对不会派出这样一寸天骄来冒险 中文字幕与敬音乐